這一節回來邀請這位嘉賓 就是選委會界別的立法會議員林志遠回計師 早安林志遠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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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身體健康最重要 希望疫情快點過 對各行各業的影響減到最低 政府現在還未決定好傳聞 強檢日期或如何推行 踏入3月份大家都知道 行家方面都很忙 3月中至4月初這些時間 就是上市公司公佈業績的高峰期 林志遠你也是會計師 對於會計行業來說 在這段時間有什麼挑戰呢 挑戰很大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七成的上市公司 在3月31日之前要發佈年度業績報告 在4月的時候要發行年報 而香港很有趣的 總之在3個月內自己發佈就可以了 但是佔了四成公司大約有700間公司 往年都在3月最後一個禮拜才發行業績廣告 變成就佔香港市場那個百分比 都大約有三四成的公司 都會在3月最後一個禮拜發佈那個業績 今年大家都知道全民強檢有可能是3月底 另外面對現在Omicron的疫情 大家的流動又少了 回公司又盡量不回公司 那麼會計師面對的挑戰都很困難 而上市公司那裡也是 因為上市公司首先要做好一筆帳 先給一些會計師去審計 上市公司那裡做數那裡現在都有困難 我知道很多公司現在的排程都退遲了很多 嗯 始終內部的運作都搞不定 你們去看都沒有東西看 是啊 是 那變成其實那個情況 在那個上市規例上面 有沒有一些空間是可以去做出一些調整的呢 這方面我們跟何烏多不同的人士都有溝通的了 我自己都親身見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他們都安排了我們跟聯交所那邊有接觸 而業界裡面甚至乎會工會 甚至乎有些上市有關係的上市審計師協會 甚至乎一些上市公司的協會 都有跟聯交所和證監有緊密的溝通 那證監在2月那時候就跟聯交所出了一個聯合的公告 那主要都是跟回第一波疫情那時候 2020年2月大家都知道那個層次都是很 蛤蛤蛤蛤蛤 那變了他那時候就出了一個指引 暫時就說不會有一個我們叫Block Extension 就是不會所有公司都讓你退遲 但是如果你有不同公司 你自己有不同的困難你就要出聲 那跟著就跟聯交所說 那就可以說不出一個業績公告 就出一個叫做草稿 那跟著就可以讓你繼續不停牌 因為根據現在現行的規例 如果你公佈不了那個業績公告 你這間公司就會停牌了 就需要停牌了 那我這件事我都有跟財富局那邊有溝通 我就說香港的金融這方面是很重要的 那財政司司長都有在他的博文那裡都有說了 就算全民強檢要禁足 要說不是封城那隻禁足 市是照開的 是的 市是照開的 金融市場照運作的 但是我就有擔心 我說金融市場運作沒有用的 3月底公司公佈不了業績 我們就說 不要說今年有很多公司都延期了 現在就算了 我往年七百間 七百間只要一個星期 他們七百間全部都停了 那你金融市場開都沒有用的 就好像現在這樣 香港我們說 沒有禁足你 不過整條街都沒有人 因為每個人都要回去旁邊 就好像我自己公司這樣 不是那些同事自己有事 就是那些同事的家人有事 很多公司都面對這些問題 是的 是的 那變了有時候 我們自己就可以說公司不開了 就貼張紙在門口 有人你又見到 又見不到就算了 但是股票市場不行的 難道你說見到有哪隻股票 你就買哪隻股票 跟著三四成股票 原來都停牌了 那你的所謂的金融市場 繼續運作就沒有意思了 那這件事 都是我們憂慮的地方 剛才你提到業界 你自己公司經歷 都運作得很艱難 那你所理解 會計師行 現在的情況 很老實地說 現在我們會計師行業裡 很多公司都面對著一個很大的困難 因為正如我剛才這樣說 不是自己感染 就是同事感染或者家人感染 那你可能自己 就算你最快最快 打完兩針 都要有六七天的時間 還要兩天陰性 你才可以活動 那些 那些 我們那些 從業員 尤其會計師 有時候的責任心也很強的 那總之就 就算病了 都在家裡也要照做的 但是你始終的進度都慢了很多 那還有很多時候 兩年以來經歷過都四五波了 那大家都習慣了 就是不落客 都可以查到一些文件 但是你始終有時候 連結的話 始終有些事情 你要真憑實據提過 還有有些事情 要當口當面跟客人溝通 雖然現在我們用zoom 用得很習慣 但是始終你如果一有麻煩 病了或者要隔離的時候 都去溝通不了 那變成就算同事有多努力 或者有多盡責都好 都未必可以應付到 還擔心就是客人 現在很多時候都會遲了才給你 那變成這件事 Diktok確實是 越近那個限期就越擔心的 因為我自己知道 有些上市公司 他自己都出了公告 比較他規模那些 都退了一個星期 有些甚至乎都不止了 而到三月底 真的要公佈那些公司 都比較是中小型的那些公司 他們面對的壓力更加大 在疫情爆發初期 曾有不少核數師 都因為沒有辦法 傳去內地方面公幹 令到工作有延誤 現在香港這邊 都一直跟內地未通關 而且我們第五波的疫情都嚴峻 內地又封了城 其實有關這些情況 怎樣去改善 未來怎樣跟交易所 或者監管機構方面溝通 說回業界的難處 這件事我們都一直跟他們溝通 當然質素我們要繼續保持 在業界方面 大公司他們已經很習慣 那些員工可能已經在內地做事 不同省市都有人 在中小行那些就比較困難些 但是他們都習慣了跟內地有合作 或者已經在疫情之前 已經同事上了去 但是現在一上去 你想想 我們這個第五波疫情 都由1月或者12月尾到現在 希望可能在4月當中有少少放鬆 大家面對的情況就會好 但是長遠來說 都是那句 香港政府應該要 積極去做好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的情況 就是好像我們現在回頭看 其實香港是可以避免到的 就是有很多地方是做到的 但是香港政府有沒有切切實實做到呢 尤其這兩天 你看回深圳那邊 深圳華全民檢測 兩三日之內 已經決定了日子已經開始了 已經可以做日子了 香港說是一個 全世界其中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另外錢又不缺 人又不缺 公務員的隊伍又比人多 但是結果呢 你說做全民檢測的時候 特首說出來就是制度不同 或者我們的人不聽話 你不要把所有責任都推進去人那裡 看回我們會計界 我們會計師的從月園 個個都很聽話的 要做的話 甚至乎我見到一些同事都好 聽到一些行家有時候 我都眼濕濕的 他說那些同事我叫你回家 不要頂住 不行的老闆 我這樣做 你趕不到期限期的話 客人不找你做 我們又沒有工作 那怎麼辦呢 其實香港人真是很可愛的 另外一方面 我們會有些聲音出 但是你叫我們做些什麼 我們都做些什麼 那這件事呢 我想這個責任 大家都提起 就好些的 嗯 當然了 聽話當然好 小數不聽話都很難搞 好像香港的疫苗接種 就是搞到幾年都是 接種率這麼低 死亡人數昨天都過兩百 就是這樣的原因 大家想想 曾經說過叫人不要打針的人 是不是都可以反思一下呢 這些情況 我們香港很特殊 我們從19年到現在發展出來的社會氣氛 真的不是跟一個正常運作的城市可以相比 但是會計界都繼續在很重要的 擔當著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崗位 那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沒有辦法可以怎樣 又不通不了關 用科技還是用遠程的方法 可以做到審計 有沒有與時並進 解決到這些業界問題呢 Raymond你說得對的 打針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而一方面我們市民打針 另一方面會計界又好 其他現在不同的界別都好 其實已經高度地採用那個所謂的科技 很簡單 就算現在 我都教了一些同事說 下不了客人那裏 去檢查些文件 用zoom來講 怎樣可以和他檢查些文件 甚至乎是說做盤點都好 因為現在呢 還要面對一個問題 如果真是三月尾做全民檢測 而是需要禁足 大家都知道三月尾 會是另外一些公司的連結日 通常這個連結日呢 會是一些零售啊 食肆啊 因為不是聖誕假 不是新年假的那個階段 就會做連結 做連結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去做盤點的 嗯 那如果你禁足 即是三月三十一號就做不到 出不了 嗯 是呀出不了 你怎樣去點些貨呢 因為貨呢 很多時候都會是這些公司的 最大的一個 我們叫資產負債表的項目 那變成了現在都有 有時候我們都會利用一些鏡頭啊 利用zoom啊 利用我們不同的方法啊 來到去職場 就叫客 我要看那件貨 你立即打開來給我看吧 那實時會監測 如何確保準確無誤呢 如果這樣 有時候就會 還用少少我們核數的技巧的 即是當日去不了的話 當日就這樣看了 接著之後就會再下去 我們行裏面 就叫做一番叫推前的測試 就看回那些單的往來啊 看回那些船期啊 做的事情就會多了很多 就當然你最好就是當日下去 眼見多少就見到多少就多少的了 就是你看那個演唱會 有多少人在這裡進去數就最好 但是之後告訴你 那個演唱會有多少 看回那些照片啊 問回那些人啊 你就要做多很多 看回那些飛美啊 這樣就真是很難搞 沒錯 那今天的財政預算案裡面 都有不少紓困措施 都幫幫幫業界 其中有一個就是派費一萬元的消費券 就是全民都受惠的了 目前其實大家都在說 提升經濟作用究竟有多大呢 怎樣去計算呢 特別是4月20號才解封了 都不知道會不會解封 暫時我們那個限聚都去到4月20號 只得理髮店 就是現在可以開業了 其實這方面的情況會怎樣呢 這方面我們相信就 那個影響都是要等個疫情 真是可以很實在的控制到先 就算現在我相信在夜 他說4月派而已 如果4月20號之前 都是有限聚 都是有食肆啊 其他東西都開不了的話 你拿到那一萬元 大家消費的時候就沒有那麼詳順了 但是如果你說疫情真的可以控制到 而又有一萬元呢 當中有五千元會在4月派的話 我相信對經濟的推動是比較大的 香港人就很有趣的 我看回統計來說 派消費券呢 香港的效果是比其他城市更加好的 我們有一個叫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即是邊際上我們會花多少錢 發覺香港人收到一元呢 原來花了過一 都即是花多過那個消費券 香港政府又有錢可以派 香港人自己口袋又有錢可以花 對啦 所以那個承訴效應就一如才爺講 變了就對經濟的體震作用是幾高的 應該 但是在市況 現在要看完疫情 在4月發放的時候 都要配合大家的限聚措施 大家是不是有消費的情緒 排隊去賣生活用品 真的 買口罩啊買消毒油稅 還有沒有啊 大家是不是多了一萬元去搶 大家搶到那些貨品都沒有 補給不切 都貴債 對呀 都貴債 一個去年我們和你訪問的時候 都談過了解 講這個財匯局 升格去接手一些會計師公會的 一些業界的會計師的一些職責 調查 說到下頭 今年幾個半年左右 上次和你談可能是 都現在要執行了 現在業界對這個議題的適應 是否都處理得到呢 你問得很好啊 Raymond 剛剛財匯局 上個星期 就出了一個指引 和我們叫做 大家溝通的諮詢稿 現在都在搜集中 熱界的聲音 很開心聽到他們說 一切依舊 就好像他們說要搬屋一樣 只不過業主不同了 你要交租的交屋不同了 監管理的那個不同了 我們現在都要看看 指引是否一如所說 至少我看到的就是 那個罰款的數字 他都真的分開大公司 如果你做上市公司核數的 會是罰很多 而做小型核數 非上市公司的那些 那個罰款仍然是和 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業界來說 起碼放低了少少的擔憂 另外一方面 我們自己都爭取緊的 就是因為現在的疫情 這麼嚴重 各個行業都影響 很多人就說 會計行沒有影響 因為始終你可以做些 倒閉的生意 做些清盤生意 我告訴大家 倒閉的是另外一些人 清盤的是另外一些會計師 但是實際上沒有會計師 想見到一些客戶 倒閉做清盤這個步驟 所以就變成了各行各業差的話 會計行業都比較差 所以我們都希望 財富局那邊都有承諾過 會認真處理一下 我們這兩年的費用 不會說突然搬了屋之後 接著我們一方面 又要交香港會計師公會的會費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又要交財會局那筆的費用 大家第一不要駕床跌幅 交兩次錢先 第二 現在那個改革最主要是 希望可以折散行政成本 既然折散到的話 業界當然有訴求 等他可否以為 不要收那麼多錢 或者這一年 下一年 可以收少些費 對 沒錯 我想問一問 新規管制度 將會預計今年第四季實施 街市財會稿就會改名 做會計入財務會報局 除了現在涵蓋上市公司 核屬司和註冊負責人之外 管轄權力也將會擴展至專業人士 諮詢期到5月4日完結 業界對這方面有什麼意見 業界方面的意見都有幾多 一方面我都跟不同人溝通過 不僅是香港會計師工會 甚至乎牵涉到一些上市核屬司的工會 另外還有一些 我都提醒一些做證券行業 或者做其他商界會計師的朋友 因為今次的改革不只是核屬司 是所有會計師都在裡面 甚至第二次 接下來這個事情我都有跟財會局說 坊間有很多自己掛羊頭埋狗肉 自己說自己會計事務所 但是就欠了一個私事 出去收錢的時候 我們都收到很多投訴 就似乎之前我們立法會的同事 有一兩個都有專責去跟這些公司 收了錢拿了客人的數寶 然後全部都走去 不知道去了哪裡 客人又報不到稅 錢又沒有了 這些事情我都有跟業界的人分享過 我說一方面財會局 要清晰清楚楚解釋 給一些之前未必知道 自己受規管的會計師知道 現在他們將會受規管了 另一方面就是可能有一部分 潛在之前沒有受規管的人士 他們都應該要考慮一下去規管回去 不用搞到尤其如果現在你說經濟不好的話 越來越多這些魚目運珠的所謂非會計師 來做一些會計相關的工作 對市場的影響就會大些 另外深圳前海有一些專業人士的互認制度 律師很熱衝 走上去考試 那麼會計師 是否香港的CPA已經含金量很足夠 不是很熱衝 是吧 暫時是否那個互通的資歷那裡 會計行業是怎樣 我們都希望在會計行業比較穩定 做完這一輪改革之後 可以跟相關的對口單位重新去討論 因為始終會計行業的 那個互認性比律師更加高 因為我們香港和內地 都是同樣用國際會計準則 國際審計準則 反而律師你自己那些法律 兩地之間的差異都挺大 那麼希望在過去幾年 李文說2019年之後 在會計行業有些不是很穩定 你始終現在我們看到 最近的俄污事件都很大 大家都看到金融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番 金融穩定性也都很重要 在這個金融穩定性當中 會計師就發展著一個很動良的角色 因為你所有上市公司的核數 都是核數師做的 而如果你說當中那些上市公司的核數師 不知道有什麼問題影響到過上市公司 也都影響過香港的金融制度 這件事我想是國家都不想看到 在穩定了之後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去討論 好啊 那麼今早就和林志遠談到這裡先 多謝你 多謝你 來吧 大門 車子 汗 大門 兩年 駅 大門 真 貪心 花